有没有欢迎我喜欢摆一个矮一点的三角煤 制作成一个高一点的树形棒棒糖 或者是双层的三角煤呢 欢迎们大家好 我是风格爱花卉 前几天有一个欢迎我建议我制作一期 树形的棒棒糖制作的方法 今天我就准备了三颗三角煤来讲解一下 比如这一颗仪锦原来就是只有一层的 上面的那一层是后来慢慢培养出来的 接下来我就讲解一下制作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颗虫瓣红 它的花期刚刚过去 现在需要给它修剪一下 这就是它开花以前的样子 那么怎样利用它来制作一个双层的形状呢 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现在的状态 我们仔细地看一下 在树瓜的中间留了一个强壮值 其实你只要是先把苗养壮了 养好了 根系发达了 每一颗三角煤都会出现这样的强壮值 特别是中间的土壮值 当你发现以后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再给它绑一个支撑杆 在每一次给它修剪的时候 只剪下面不剪上面 等到中间的那一个枝条长得老一点 高一点以后就可以给它打顶 保留的高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想要多高就留多高 如果是不喜欢了 也可以从这个位置给它做一个高压繁殖 不需要两个月 这个枝条就会变为一颗独立的三角煤 要是有话有对高压繁殖感兴趣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看一下 要是感兴趣的话有多 我可以制作一期高压繁殖的方法 有的话有可能会说 自己的三角煤长得不够强壮 本身的枝条和叶片就不够多 也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养根 方法就是使用的盆土 一定要疏松 透气 不能积水 再就是平时的光照 一定要充足 还有一点也特别的关键 就是需要定期给它施肥 特别是在修剪以后 养根和壮根的肥料是微生物菌剂 比如这个滑盆 盆口的直径为28公分 每次可以放4颗的微生物菌剂 和4颗的复合肥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沿着盆边浅埋就可以了 只要是让它的根系发达一点 壮一点 小苗也可以长出强壮质 比如这一颗就是一颗小苗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枝条 特别的粗壮 只要是出现了这种枝条 既可以把它打造成棒棒糖的形状 也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个双头的形状 可以摆旁边的这一个母本 给它高压繁殖 让它变为另一颗独立的三角梅 而这一个枝条可以保留下来 喜欢多高就留多高 在绑枝成杆的时候 尽量的要直一点 长到了自己喜欢的高度 就给它剪枝 剪完枝以后 把顶部的叶片 每个叶片给它剪掉一半 剪掉叶片以后 它的分枝能力就会增强 像这种枝条 在剪枝以后 至少会长出三到四个分枝 当分枝长得长一点和老一点以后 再给它挥缩修剪 每一个分枝只保留三到四个芽点 经过多次修剪以后 它的珠形就会变得圆满起来 比如视频开头开花的那颗仪锦 经过了多年的修剪和打造 现在变成了一棵小树 因为所有的植物都有一个顶端优势 当顶部的枝条和树挂长得强壮时 下面的枝条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再就是想要一个好的形状 就要不停地修剪 特别是在开花花以后 越修剪它的珠形也就越好看 分枝也就越多 修剪的方法就是 每一次新长的分枝 只保留两到三个芽点 长度大概为两到三公分 千万不要留得太长 否则它的珠形就会比较散 在修剪完以后 想让它的分枝长得多一点 干系发达一点 多开一点花 就需要及时地给它补充肥料 肥料可以使用复合肥和维生物菌剂 只要是干系发达了 枝数能力增强了 它的花也就开得多了 好了 今天有关于三角梅 树桩棒棒汤的制作方法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示范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